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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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謝謝你們 所以這五個動作請你回家做 請翻到背面 請翻到背面 有沒有看到我的大頭照 有沒有注意到本人比較帥 開玩笑 如果會用QR Code 的人請到右下角 掃描一下 用手機平板電腦掃描一下QR Code 可以看到我完整的脊椎眼鏡 還有接下來要教強背運動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不會用QR Code 的人 你在YouTube 在家裡的電腦 叫你家的小朋友幫你搜尋 左下角會看到身體智慧 對不對 裡面YouTube頻道裡面 YouTube裡面它是個平台 我們身體智慧的頻道有100多支影片 那麼影片的清單 有兩個清單 特別注意 一個叫做急熱紓壓之道 你就發現點閱率最多的就是我的演講 可以讓更多的人理解 關於健康促進的一些觀念跟脊椎保健的方法 那第二個叫做強背運動系列 就是我現在教的運動的影片 那為什麼我這樣子設計 是因為我今天來演講 我怕我把動作教了你 看的圖片字太小 對不起你也會不清楚 回家看影片 這樣好不好 所以回去開始練習 我現在就教學一下好不好 來請翻到正面 我們放到正面 有一個叫做收小褲運動 幫我桌子上 謝謝 什麼叫收小褲運動 又叫做骨盆傾斜運動 我們很多人收小褲會好像是練氣功 那種複式呼吸 那不是我要的收小褲 大家請看 我先做一個錯誤的 挺肚子 收小褲 那叫動肚皮 動肚皮 真正的收小褲是在我們站著的時候 可以讓齒骨 齒骨是最底下是骨頭 往上拉一點點 這樣 有沒有看到骨盆有個動 我動你一血一樣 本來是這樣 你可以收 這樣叫做收小褲 所以真正的收小褲是 這樣就要挺肚子 我們收小褲是在縮一下 彈一下 腰就有力 這樣叫做收小褲 所以這個叫做收小褲運動 躺著練習 熟練了 你站著就可以做得很自在 你只要搬東西抱小孩 你只要一收你就很有力量 就很有 就叫單舔的力量 所以我們先從軟身開始 第一個叫做收小褲運動 腰懸空 背肌用力 收小褲 一收了之後 背部會壓平 所以你背肌用力 腰部就空隙就吵出來了 腹肌用力 腰部的空隙就壓平了 所以我是動骨盆喔 我做個錯誤的 叫做動肚皮的 來 吸氣 吐氣 骨盆沒有動 再動肚皮 那個其實是腹式呼吸 我們不要這一個我們只要動骨盆 沛呼吸吸氣 吐氣 吸 吐 慢慢的去活動它 OK 這是第一招 這是一個動作認知的練習 也是一個軟身 接著我們要做第一個動作叫抱膝支腿 我想 我還是想找這位帥哥 來 大家借一下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你真心太好了 來 謝謝 來 請 對 來 先躺下來 不好意思 來 先躺下來 好 來 第一動作抱膝支腿 來 先是請坐掉好嗎 不好意思 方便一下 謝謝 好 感謝你 來 謝謝 來 膝蓋彎曲45度 因為你今天穿短褲 解救了我的西裝褲 把我做動作做不好 把褲子破掉 來 把左腳先抱到胸口 來 兩手盡量 以不痛的原則 各位長輩 對 以不痛的原則 來 膝蓋靠近胸口 另外一隻腳不要用力 放輕鬆 自然把腳伸直 好 不要用力 如果膝蓋下面有空隙 就是你要進步的空間 如果不是褲子太近 也是叫輕微思察 好 來 兩手都好 來 抱著 兩手 那麼很多人會這樣 有的人會高一點 有的再高 有的長輩根本就會這樣 放不下來 那為什麼放不下來 因為大腿內側到 腰那個肌肉緊縮了 它會造成你養睡無法放鬆 會讓你站著 會容易骨盆前傾 所以抱左腳是在拉 右腳 那你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抱到底 深呼吸就好 20秒鐘之後休息 做兩到三次換腳 來 換右腳 好 抱到底 另外一腳不要用力放鬆 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牛馬有兩邊不平衡 你會有一邊比較好抱 那邊不好抱 因為我看得出來這邊比較緊 這邊的距離比較遠 而且這邊比較緊 如果兩邊越不平衡 代表骨盆越歪斜 所以肌肉決定了骨骼的排列 要記得這句話 所以當你兩邊都抱一樣的次數 都做兩到三次 每次20秒 慢慢的鬆的會等緊的變鬆 手 OK啦 請放過來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來 請回來 來 再來 下一道 來 腳離地 腿打直 90秒鐘 這樣 好 手放大腿旁邊 手心拉上來 往上拉 兩隻手的拉高 好 這樣子 來 接著請你 肚子用力把頭和肩膀抬起來 好 這樣就好 OK 那抬得很高 果然是年輕人 如果抬不高的 來 再低一點 不要嚇到人家這樣 OK 好 一般人家也可以 肚子有肩膀就好了 好 所以這時候你的腹肌是有用力的 那麼如果有時候肚子會抖抖抖 對不對 就讓它抖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重點 要記得呼吸喔 要給你穿睡 來 慢慢吸吸慢慢呼吸 所以練到脖子 練到腹肌 你做一個錯誤之心 你把下巴夾太緊 下巴夾太緊 下巴夾太緊 這樣是錯誤 所以回來一點點 這樣就好 所以這樣就好 不要扣太緊 OK 來 請休息 好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辛苦 謝謝 謝謝 這是第二個動作 謝謝 謝謝 第三個動作是要調整 脊椎骨的柔軟度 因為脊椎很可能是僵硬 很大部分是僵硬 可以跟棍子一樣僵硬 所以第三個叫做貓式 又叫做三崩三骨運動 來 大家請看 劈頭縮肚子拱背 抬頭翹屁股 敲背 一拱一凹 算一次 有人做錯會這樣喔 抬頭下屁股就往前 低頭縮肚子就往後 他就一直搖來搖去 我說不是不是 手不能動 是脊椎動 OK 這第四個動作 第三個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嗎 我請Vivian幫忙好不好 來 不好意思 因為我拿了麥克風 來可以請你幫忙嗎 來 請趴下來 謝謝 小腿在地面層45度 不對 那個層90度 謝謝 來 兩腳與肩同寬 兩手與肩同寬 背部是平的 來請你先低頭縮肚子拱背 眼睛看肚臍 把背拱高 拱高 最小腹也要收 把這裡拉開 這裡拉開 再回到中間 抬頭 翹臂骨 壓背 凹背 所以這個下巴是延伸的 所以是延伸 把脊椎這樣子拉 所以不是起的概念 是延伸的概念 再回到中間 那如果配合呼吸呢 是這樣 來請吸氣 吐氣 再來吸氣 吐氣 有沒有 一拱一凹 算一次 做五次 這樣好嗎 OK 好 謝謝 來 掌聲鼓勵 謝謝 第四個工作 調整 長短腳高低間 脊椎側 最主要的工作 叫做側群 你要知道 我們都以為 我們的脊椎 可以讓人家搶 搶 搶了是比較好 可是我跟你講 搶好沒沒 因為你回去之後就歪了 因為肌肉的拉力不平均 所以一定要自己練 誰最低的骨骼排列 我們都以為 我們是車禍跌倒意外 才手指才歪斜 可是我跟你講 車禍跌倒意外 只是原因之一 生活形態造成肌肉的失衡 也是更多的原因 所以呢 這個動作 就是要讓你的肌肉的功能平衡 好 側躺 這隻手當枕頭 這隻手保持身體的平衡 兩隻腳一起 頂頂 然後下面的腳 不動 上面動作十下 一 二 三 這個時候 側腹 側腰 臀部 後背 都練到了 十幾二幾條肌肉 一起在運作 十下之後 休息 要記得換邊 換邊你就會發現到 有一邊比較好用力 一邊不好用力 尤其脊椎歪險 骨盤歪險 對稱 所以當你腳離地的時候 有一邊假設這邊沒力 你會搖搖晃晃的 有人會像小狗尿尿那腳彎的 有人往後躺變成抬大腿 這樣都不對 一定要保持側 然後下面不動 上面動作十下 矜持做一樣對的動作 手不要撐頭 放這裡就好 一樣十下 兩邊各做十下 有一邊有力 一邊沒力 一段時間強的會等落的變強 當兩邊都變強了之後 請你進階到二十下 我上面是不是寫十下 那是客慶的說法 建議還是要到二十下 至少十下 那你如果長輩 你一開始做不到十下 至少先做六下八下 然後慢慢進步 不要以為你年紀大做不到的 我阿嬤那時候都做得到 八十幾歲的人都還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肌肉要變強 當兩邊都平衡了之後 都可以做二十下以上 恭喜你 你已經變成了天然的鐵衣 你不會洗個頭 腰就痠了 洗個完腰就痠了 你會變得有力量 而且平衡又飛車 第五個動作 大家請站起來試試看 牙刀打開五肩頭 寬 好 想像你再量身高 眼睛看正前方 好 看正前方 來手交叉 放頭頂 手肘打開 好 把你的側面來伸展 放一般的右手肘 天花板的方向 拉高 再往遠的地方多伸展一點 好這個姿勢不動 來慢慢吸氣 慢慢吐氣 側向伸展 10到15秒之後 慢慢回來 好然後換邊延伸 再往多的地方多一點 側面伸展 10到15秒之後 好 慢慢回來 OK好 左右各做兩到三次 來給自己掌聲鼓勵 來請坐 好的 謝謝喔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這個動作 什麼時候做 效果最好 你們猜 你們很聰明耶 到早上 為什麼要早上做呢 是為了效果 因為一個晚上你都睡 睡一個晚上不動之後的起床 是筋骨最僵硬的時刻 這個時候是關節的活動 肌肉修復最佳的時機 這個時候就把這五回運動 做完了之後 你的背體會熱熱的很舒服 而且血液會流動 衝擊到你椎的深層 給它含氧 所以起床上廁所喝杯水 準備刷牙 先不要刷牙 鋪上瑜伽墊 做完就刷牙 所以不可以在床上做 只能在瑜伽墊上做 OK 好不好 好 那所以呢 起床就練搶配運動 每天的生活都是延伸的 過延伸的生活 落實延伸的生活 這樣子你的症狀很快就消失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